大家好 今天是8月26日星期四 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在過去一個星期就驚險了 上星期五的時候還失一失 7月底的前低位 今個星期就迎來反彈 科技股的弱勢帶頭 不過彈得兩天又不彈 現時我看恆生指數當然 還是跌浪反彈來的 25,000 點做齊腳 希望不要再失 但上方26,000已經有阻力 所以約束26,000至25,000 加1,000點做一個交易區間 滿時 看看騰訊、美團是否跌勢緩和了 最近這個星期 沒有什麼大的政策鏈硬的消息 希望都可以幫到市的氣氛 市場就滿足 業績股很多都要花 留意一下小米出現業績跌半成 差不多穿24 瑞星出現業績曾經跌一成幾 40都要試 所以在市底不好的情況之下 確實都沒有什麼業績可搏 建議大家繼續審慎 25,000至26,000邊這些水平 汽車股整體仍然是強勢的 不過調一調的話 最好等期定先再買 我們就回來了 我們就回來了 感谢观看